无论路途有多遥远 人生有多少挑战 我们都很乐意成为你的 同路人 恩与同路人主持周淑平 恩与同路人 欢迎大家收听恩与同路人 我是节目主持周淑平 今天我们的嘉宾要介绍一下 就是好好恋爱学堂的堂主任 导演霞小姐 Joanna 欢迎你 你好 稍后再讲一下 为什么叫做好好恋爱学堂的堂主任 这么有趣这个名字 听到名字就知道我们今次是讲恋爱 在讲好好恋爱之前 其实有些不好恋爱的经历 关于恋爱的不好的经历 才令你创立这个学堂 之前是有什么不好的经历 我想 其实不好的事真的挺激烈的 我想那些初恋不成功 long distance love 香港 美国 曖昧 丹戀 苦戀 都已经试过了 你说是不是身经白贱 嗯嗯嗯 就是这样在这里受伤很多 受伤很多 最受伤得很重要的那次是怎么样 每一次都可以是很重要的 因为每一次你都很认真 很认真去投放你的感情 但是也没有看清楚自己有没有足够的成熟程度 跟对方的相处是否合拍 分开两地的时候也没有想过如何维续那个关系 所以我想很多因素加加起来 就是每一段你都很认真 每一段你都很认真地受伤 嗯嗯嗯 当时可以形容是女败女战 又女战女败 那又如何站在身上 后来终于可以好好戀愛的因素在哪里 我想我跌得太痛的时候 首先要讲一讲怎样痛 我的初恋是极其浪漫的 那时我只有19岁 就在美国 我一个伯母是中国人 她很不想她的儿子认识外国女孩 她在这个男孩21岁生日的时候 这个伯母就邀请了她所有认识的中国籍女子 跟这个男孩开一个surprise birthday party 选美 我就是其中一个被邀请的女孩子 那么巧就坐在这个男孩的旁边 当晚她又很紳士 很有风度地去照顾我 之后我们又有交往 就以为我们就拍拖了 拍拖会做的事情 例如拖手 带你去逛街看电影吃饭 跟着送你回学校 都会的 但之后因为她继续学业 而我便要回来香港 那时我就想 不如这样吧 我等你两年 然后两年之后我回来跟你结婚 但其实那时候 不懂违系的关系 特别是两地相隔 分开了一年之后 她就写一封信给我 因为当年没有电邮 寄一封信给我 打算是情信 怎料她说我有第二个 那时我就觉得 什么这么疑惜 分开了一年 那你就可以有第二个不要我 不过算 我要拍拖有多难 你不爱我 有很多人爱我 就开始一段一段相对地 比较崎嶇的程度 嗯嗯 其实不同的崎嶇的程度 受伤的经历 正正是为了你现在 去辅导人帮助人的 有的经历 可以去感同身受的帮助人 我想这个是很大的 对我来说 虽然每一段都很痛 但是每一段跌倒起翻身的经历 其实都帮到我现在 为何我立志做一个辅导员 并且很主力想做好两性关系 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当年在香港电影界工作 我是幕后制片 在我的环境里面 一定会认识到男生 即是你要拍拖有多难 那时候你是很盲中中的 我只是想找一个人来爱我 总是有些人在你身边 会对你表示好感 你也不太知道对方的底細 或者只是大家有些好感 就很快拆出火花 但是你想想在电影界里面 其实是很intensively 很紧密地 可能三个月至半年 就是每天都对着 但是那种很紧密 又不代表很认识 感情下去 但是又不是很努力的时候 其实大家不太懂得如何处理 而且我想做娱乐圈 其实你的情感比较丰富 无论你是开心 你可以给很多人开心 但是你生气的时候 那种发怒的发脾气 也被其他人激烈 所以那种碰撞 那种冲突 是会对大家造成很大的伤害 也经历过迷失的时期 但是在戀外迷失的时期 也有些天使出现 有些什么天使出现 在我生命里面 我想我很感谢我三个恩师 一个是何智迪牧师 中国基督教报道会和福堂的 何智迪牧师和阿斯莫 我想在辅导的过程里面 他帮我找回上帝所创造的男性 上帝所创造的女性 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关系 在那个关系里面 我重新为自己定位 其实我想要的是什么 然后用一些勇气 去剪断一些 斩暖一些不合议的男女关系 我才有机会站起身 另外就是夏英刚牧师 藝人之家的牧师 在陪伴和教导的过程里面 其实他很强烈在信仰里面 婚姻的根基是什么 后来我选择进修读辅导 是屈蔚豪博士 辅导陪育的底下 让我漸漸成为一个受伤的辅导员 一个蒙恩得医治的治疗师 陪伴人走多一里路的时候 让受助者感觉到我的同行 因为生命里面有天使出现 令到戀爱上情境迷失的 如何得到好好的戀爱 下一节当然是精华的部分 如何重拾好的戀爱呢 有没有好 我的天赋 可否让我好好的谈恋爱 不再流泪 不再伤痛 不再去和又要分开 我的天赋 我只想要安稳地整个人来爱 请让我承担 哪个人在不再 我的孩子 难道你忘记了我就是爱 却懂爱我 却懂爱你自己 你就懂好好恋爱 我的孩子 何不尝试安静地慢慢去等待 你就会知道 哪个人在不再 你是否愿意相信 每时每刻都在我手里 没有事情 是太早或是太迟 爱我的主 愿意相信 万事万活到在你手里 请叫我身负你的指引 爱我的主 愿意相信 我只问我都在你手里 请叫我身负你的指引 想找人抒发内心的屈结 和我们唱所欲言 请打生命热线3106-4444给我们 不论路途有多遥远 人生有多少挑战 人生有多少挑战 我们都很乐意成为你的 同路人 恩与同路人主持周淑萍 恩与同路人 回来恩与同路人 我是节目主持周淑萍 今次的嘉宾是 好好恋爱学堂的堂主任Joanna 刚才说到大家都很想听的一部分 你自己如何好好恋爱 如何遇到你先生如何在一起 在未遇到他之先 其实也有一段很长的治疗过程 因为上一段戀愛的关系 痛到你很害怕男性 也不敢开展戀愛 那时我跟神说 那时我相信耶稣 但信得很有 我就跟神说 如果爱本身是如此美好的 为什么我会这样 如果爱得如此凄惨 我就情愿不爱 我就很着力在那段时间里 去上教会 查经班 去认识一下 什么是神所喜悦的男女关系 我有四年我不敢拍拖 也没有拍拖 因为当时的男朋友 情绪上比较激烈 每一次我们冲突起来的时候 甜可以很甜 但苦的时候也可以很苦 到分手的时候 我真的很害怕他在我门口扑我 我几乎是害怕人身安全 受到威胁 所以我带着很多恐惧 我情愿不拍拖 那四年内 我就是疗伤期 透过教会的活动 查经 去问一下 究竟上帝所喜悦的男女关系 神仓做男女 其实是有什么原意 为什么我伤得这么重 跌得这么惨 有什么部分 是我自己需要负责任 所以在那个疗伤期里 我想我是定一定神 我才问一下自己想如何 我知道我重拾我做女性的尊严和自信心 我才开展另外一步 刚才说的你那么害怕 很多女性都害怕 愚人不熟 但是在问对方是不熟之前 要问一下自己 自己是不是好 你在那个疗伤过程中 有没有这样去问自己 如何才可以做一个好的伴侣 如何做的 会的 会的 其实是一个很大 和很长时间的反省过程 其实我也陷入过在三角戀 甚至对方是有太太 当时你认识她的时候 她不会告诉你她是有太太 当你陷入了那份感情的时候 你才知道你是第三者 你其实不想做这个角色 但是你又很无奈地 已经下了感情下去 当时你信到Yahoo的时候 对方也不是一个信徒 他会跟你说 你们说爱 那为什么我现在来爱你不行 我觉得我和我太太 当初是错的时候 我现在要改正 当时你很无知的时候 你就会想 喂 她非得她老婆来爱我 那我觉得很厉害 其实有点迷思 就是为什么你说爱 为什么她现在要糾正 以前的错不行 现在你当然懂得说 如果你是有心回转 你就要搞定和老婆之间的关系 不要辣着另一个女孩子 现在你会懂得秘技 或者你会用多些时间去观察 对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你才会投放你的感情 我想在那段的疗伤期 我检视了很多我里面的迷思 Keroto说爱 是不是有爱就可以 那个爱的质地 有没有真理在里面 还是只是一个passion 一个feeling 很强的感觉 感觉很快就没有 或者那个爱是很强私欲 很强自私的元素在里面 都没有为对方着想 如果我能分手的时候 带着那么大的恐惧 一定在那个过程里面 对方做了很多事情 或者我不小心接收了很多信息 令我里面很害怕 我是透过这四年的重整 去拿走我对男性的恐惧 拿走对外的一些假设和迷思 我才站稳定的 才知道自己在爱里面想要些什么 后来就遇到你的先生 我看过的资料 说他27岁之前没有拍拖的经验 是的 初时我也有点担心 因为我严格来说 我是他第一个女朋友 也是他唯一的一个女朋友 也是最后一个女朋友 很令人心态 是不是呢 我又觉得他可以说没有比较 但对我来说 他是一个不懂得理解女性情感的人 我是一个相当丰富的人 你想想想 讀得电影 在电影《雷河圈》做了七年 情绪反应 情感这部分 对我来说 一些都不陌生 甚至有些澎湃 在我的性格上 对于他一个这么冷静 比较理性的人 他很难接得住波 初时真的有些冲突 我觉得他不明白我 他处理不了我的感受 他不明白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反应 他也可能有一些情况 是觉得我用什么这么激烈 这些冲突来到的时候 我想婚前辅导 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准备 当年是何志迪牧斯帮我们做的 他帮我们拆解一些成长背景里 如何让我们的性格有这么大的不同 如何去磨合 女性是倾向如何表达 男性是倾向如何接收 让我们可以在磨合里 去调节大家的相处模式 我们很感恩 结婚17年 我们开心的时间达到97%或以上 不开心的时间很快就会忘记 不开心的很快就会忘记 在教会里面认识 不是 就是这样才有趣 我们是在一个非信徒群体里面认识 当时她是香港业余填词人协会的会长 她最喜欢寫歌 我最喜欢填词 我入会是要经过她的批核 所以她就知道有一个女孩 基督徒 在填基督教的信息 但用流行曲来填一些福音歌 所以对我有点印象 我又觉得她是一个非信徒群体 敢介绍自己是基督徒 我是牧师教的 蟹牧师说如果你心仪的对象 是敢公开地承认她的基督徒 她的质地都应该不错 由音乐 由去敬拜的聚会 开始了我们的约会 刚才说的 27岁之前没有拍拖 那么迟法力 结婚之后 和你一起之后 有没有不断长进 她绝对是一个受教和长进的人 不过我们磨合的阶段 最初的年纪都挺难受的 因为我在外国长大 我16岁已经拿着两个行李箱 飞走了去美国读书 她便递递到香港 未离开过家 所以我是一个很需要的空间 很讲自由 不要私家 表达比较直率 喜欢吃西餐的人 她是很传统 未离开过家 除了妈妈之外 不太认识跟女人相处 不太知道女性的情绪变化 总之在性格上的磨合 都让我们有冲突有磨擦 有不开心 但是我想我们都成熟到知道 一出口的话 伤害了对方 其实你收不回 所以我们的处理 就是冷静地自己处理自己 然后再拿回件事出来说 但是她的成绩 都是有目共睹的 我们看了一段故事 她在结婚六年后 再送订婚戒指去求婚 我看网上很专心看一只戒指 很漂亮 那件事也是怎么样 那件事就是 当我做了辅导员后 我特别喜欢做婚前辅导 希望在结婚前 帮人搞得清楚些 踢走一些沙石 能够相对地比较顺利和和谐地 进入婚姻的关系 婚姻基础会好些 我在辅导别人的过程中 都会问她们怎样认定 有没有求婚 求婚的过程是怎样 是什么令你决定嫁给她 或者诸如此类 但是有时我会觉得酸溜溜 因为我自己没有经过求婚的过程 当天她第一次说我爱你 我说了要负责 我知道在我生命里说过的男人 不负责 她说那我们结婚 就是这样 就是没有求婚 没有戒指 当时我们结婚 就是这样 所以结婚后 反而我透过我辅导别人的过程 原来我很欠缺被求婚的阶段 那一幕片段 原来别人说起的时候 我不能跟别人回答 我跟她说 其实当天你也没有求婚 你想不想娶我 那她说你想不想娶我 嘻嘻 就把她当作没事 如是者 就算了 有某一晚 那一年大家都 家庭里发生了一些事故 我家里有人患病 她家里也有人患病 那时候我们各自都有不同的心情 那一晚回到家 她就如常 即是临睡的时候 尬一尬我 有些礼物送给我 她叫我闭上眼 我又很乖地闭上眼 她就说嫁给我 叫我睇大眼睛 把她的求婚戒指 我想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感动的一刻 因为很多时候 结婚之后 你觉得有谋策的时候 你就会后悔 情愿没有结果 六年之后 其实你同羹共枕六年 我最差的事情 最坏脾气的事情 最烏尾的样子 她完全见过了 而六年之后 她才跟你求婚 我觉得那一刻 是来得更加真实和真诚 那么甜蜜的爱 怎样可以得到呢 我们下一个环节 再打给听众 想抒发内心的屈结 和我们唱所欲言 请打生命热线 3106-4444 给我们 无论路途有多遥远 人生有多少挑战 我们都很乐意成为你的 同路人 恩与同路人主持周淑萍 回来恩与同路人 我是节目主持周淑萍 今集的嘉宾 就是好好戀爱学堂的堂主任 Joanna 好好戀爱学堂 其实戀爱真的有得学吗 或者真的要学吗 应该这么说 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真的有戀爱学 它其实叫做基督教婚姻 无论我在天主教的中学 还是基督教的大学 都是必修科 那时候我才发觉 原来有得学吗 那时候看很多书 做很多研究 真的大开我眼界 从来没有人教我们拍拖 当然那时候读过两年课 看了几本书 就不是很足够 所以回来香港再拍拖 还是乌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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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 就是共办一个教拍拖的地方 去补香港教育的不足 就是没有人教过我们拍拖 现在就学一下 在2006年是成立的戀愛学堂 那时候是如何成立的呢 其实当时有些因缘制遇 其实每结婚几年 我们就会搞感恩会 七周年的时候 我们就搞了一个七年不让感恩会 因为香港中国人说七年之仰 那你七年不仰 你还不出鬼 应该感恩吧 那九周年就搞了 行狗隐来长久相爱 有了你爱情真美 就是拿行狗相爱的一个想法 就是感激我们和行狗年 到十一周年 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 一心一二一生一世 那我们就其实拿一些坚密 就是希望做一些感恩会 亦都因为我们双方的家庭 家人是未信主的 那我们就用一些很软性的查座形式 去找一些我的good朋友 威威豪博士 何罗奶圈师母 去讲一下婚姻是什么 就好像做一个家庭生活教育講座 我们是想做一些预工 让人知道好的婚姻 其实是需要培育的 需要时间的 需要学习的 需要终身学习的 那时候就刚刚 乘着我们结婚十一周年 就想出一本书 叫做好好恋爱 就写了一首歌叫一生一世 有个姊妹就写了一首歌叫好好恋爱 是她失恋的时候的一个作品 那我们就打算把这些东西插在一起 插在一起 就做了一个制作 那不如我问一问上帝 我有艺术的训练 又有媒体的训练 又有辅导的专业 究竟你想怎样用我余下的人生 那我在求问的过程里面 上帝就呼召我出来 他说你做一个很unique的服务 就是好好恋爱 那我就成好好恋爱这首歌 就register了好好恋爱学堂这个名字 就去开学堂教拍拖 那为什么我们叫学堂呢 因为我们希望人是带着一个学习的态度来 不是辅导中心 因为不是你有事你才来求救找我 而是未有事之先 已经带着一个学习的态度 并且你预了要交学费 交学费其实只是一个学习的态度 就是你愿意为你自己的部分 去付出和负责任 那这个是整个学堂的一个理念 就是你为自己的部分的感情去负责任 你背不起别人的责任 但你要了解知道自己的部分和你的责任所在 以至你不过于对方的东西 也不把自己的东西放在对方身上 所以整个学堂有一个理念就是 你为自己的部分去负责 所以我们就叫做学堂 希望无论透过讲座 我们做的workshop 工作坊 諸如此类 或者茶座的形式 希望有一个渠道让人 开开心心地去学习戀愛 并且将学到的东西实践在自己的生活里面 使他们有甜蜜的戀愛的时候 能够更稳步地步进婚姻 好乱我学堂 其实真的好 因为八岁到八十岁都可以学习 有什么必修科 其实我们最新的一年的训练 就是叫做三料情人餐 第一个单元 有1、2、3、4月 就是学习做一个适合拍拖的人 第二就是一些配料 你这个人怎样都不可以 你还要懂得一些技巧 如何去相处 如何去溝通 如何去表达爱 如何去聆听 如何去problem solving 人生不如二事十常八九 如果你没有什么常识 也没有什么学识 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不知道怎么办 第二部分就是 第五、六、七、八月 就是学习一些 有助建立关系的人制技巧 到第四部分 就是九十、十一、十二月 就是为你的爱情添上燃料 就是如何令你的爱情添上燃 那这个观念也挺好 香港人那么喜欢吃东西 怎样做得好吃 不会煮焦 我刚才说八岁到八十岁都合读 那是不是真的有些很小的 来参加这个学堂 来学堂真的参加的呢 现在大概是十八九岁 但曾经试过我们几年前搞学堂 有些妈妈带着十一、二岁的小孩来 因为妈妈又很想早点教过小孩 自己的小孩又怕她一个人不来 不懂得上来 那妈妈带着小孩来 也有一些学校找我们去讨论 小到一、二、小学六年班都有 不过那些我相信 就不是叫做戀愛教育 而是一个深性教育 就是教他们 现在男女基本上相处 如何可以守礼 一个健康的社交关系 在你身边不是男就是女的 那男性是怎样 女性是怎样 是学习尊重两性 我想这些教育基础 如果做得好 到他青春期 或者到他步入戀愛期的时候 是会更加懂得和异性相处 也懂得尊重对方的情感和身体 那刚才说的 就是煮食 煮给大人、小孩都合吃 八岁到八十岁 那里面 刚才你说的食材 你会不会有信仰的成份 在里面 我会有的 但是那不是我的主力 因为我主要教拍拖 无论你有没有信仰 你都希望关系和谐稳定 你都希望长长久久 不过信仰的元素 是什么呢 就是让你力量走出来 我不是只给你一套基础理论 戀愛就要这样 或者是这样去看男女关系 或者是一些心理学的东西 一些技巧 但是你怎样行得出来 唯有上帝给我们能力 因为我们相信圣灵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很疲累 我都会疲累 我都会发脾气的时候 是什么令到我们摺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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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摺 因为整个学堂都是由圣经以真理为基础的爱 那爱如何实践出来呢 就是靠性力 这个爱就很不同了 对 不只是给你一堆心理学 我们回过来 还会说一些在爱上很多人想知道的东西 在面前 同渡者一生 同分合一切 爱让良心 靠更来共抱主 送人 无惧怕牺牲 同牵手一世 靠着救主 既公掌分盟固定更实 越陷越近 想找人抒发内心的屈结 和我们唱所欲言 请打生命热线3106-4444给我们 来吧 无论路途有多遥远 人生有多少挑战 我们都很乐意成为你的 同路人 在他手中 恩与同路人主持周淑平 恩与同路人 欢迎大家收听恩与同路人 今集的嘉宾是好好戀愛唐主任 Joanna 大家好 多谢收听到现在 现在很重要的部分 我们都会说 要好好戀愛 但还要好好分手 为什么分手这么重要呢 我有做功课 看过一些记录 分手 你说什么时候不适合 大事大切 那时候不适合 也不可以很简单地传个SMS给他 那要怎样呢 分手 在我做分手辅导的 比较好的做法 就是两个一起来 无论你是主动提出 还是被离弃那一方 因为在过程中 你可以澄清很多误解 是不是我不好 你放下我 你有更好的 就是跟别人比较 有些情况是 比你离弃那一方 可能自我形象会很差 自信心很低落 也会觉得死得不明不白 如果能够雙方 有一个在辅导员的coaching下 有一个好一些的平台 去问一下自己 为什么我决定分手 因为当日决定在一起 都是两人之间的决定 在什么情况之下 要决定分手 你考虑了多久 是不是真的没有转转 当对方认真地听到 这个讯息的时候 可能他相对地 比较容易去接受 在我做过的个案 比较容易去度过那个治疗 都是在过程中 第一 是不开心的 没有一个分手 是很开心 或者我们先不配合他 我就没有见过 但是在那个过程中 如果能够很坦诚 说到心里面的需要 和如何去落这个决定 而帮助对方 更容易去接受这个决定 那个治疗的时间 会短一点 其实说分手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是的 我会鼓励尽可能底下 要见面说 不过见面的时候 你也有些guideline 不要在对方家 或者你自己的家 因为情绪有机会 难以受到控制 最好在一个公开 有些障碍的地方 无论是一个静一点的餐厅 或者公园的一个角落 当你遇到有危险 或者对方情绪很激动的时候 能够有人来救到你 你能够快跑的 即是离开现场 都是考虑的一个情况 分手也是一个专科 要很专门去学习 对我来说 刚才你说过 如何认定对方 究竟是否合适合 应该跟他一起 他肯娶我 我是否逼着他嫁 有没有这样的个案 是不小心做得不好的 在我印象里面 也有几个个案 挺深刻的 有一个女孩 跟一个男孩 拍拖了两年多 但她觉得感情 不能下去 深一点 她常常问自己 为什么 终于她来婚前辅导 有一两节后 她主动要求只见我 我也知道 应该有些事情在里面 我就问她 这个人是否吸引到你 其实她不太明白我说什么 因为她说这个男孩对她很好 一直都对她很好 再问她的旅程 其实她过往也经历过很多创伤 在她人生最低点的时候 这个男孩对她很好 她就是很感激这个男孩 而跟她拍拖 不是因为一些戀母 或者一些他傾慕对方的质素 只是很享受这个男孩对她的好意 终于她问了我一条题目 她说 爱情不是可以培养吗 我就用了一个比喻 我说好像一个杯里面有个茶包 你冲滚水会找到什么 你冲滚水在茶包里面 那杯就会变成茶 但如果你的茶包不存在 你只是冲滚水 你冲多少次都只是冲滚水 当然也要帮女孩去接受 其实她不是有心去玩这个男孩 或者是伤害这个男孩 只不过她当时没有处理到 过往自己在感情里的创伤 以及自己在感情里的需要 因为这个男孩对他很好 很善意、很善良、很体贴 他很被宠爱的时候 他就被这种宠爱感牵动着他走 后来终于分手收场 其实在座人来来之前 我们在很多基督徒夫妇的口中 都说过你如何好好恋爱 教他们要结好婚 看最初你说是神呼召你做这件事 现在能够做到多少 以及在里面你看到神大令去做些什么 其实能够做的事很少 我们是一个非常少的 非牟利注册社团的机构 我们全部都是义工 能够做的事我不认为是很多 我们写一些书 做一些MP3DVD的制作 讲talk 做workshop 做电台节目 但我仍然觉得接触面不算很广 但我希望做到的是深入的事 我们很希望长远来看 是减低离婚率 也让小朋友更加和谐 健康的家庭成长 你问我做到多少 暂时我仍然觉得做到的事很少 那展望还可以做些什么 展望还可以做些什么 继续有人找我去讲talk 去做节目 去推动我整个运动 因为好好戀愛 其实不只是戀愛那一部分开始 其实你未有拖拍的时候 你检视自己是否适合拍拖的人 也是一个很需要的元素 我们这个星期日的cafe 就是说如何成为一个负责又合拍的伴侣 我是根据一本书 那本书很精彩 名字已经很精彩 叫做How to choose the wrong marriage partner and live unhappily ever after 那本书是我讀婚姻学的时候 必修的一本书 就是如何去选择一个伴侣 以至你抱陷终生 如果你能够在选择的过程中 多些检视自己有没有足够的成熟程度 亦都同样去 measure 对方有没有足够的成熟程度 如果没有足够的成熟程度 不要那么快决定结婚的时候 你真是功德无量 你自己有机会冷静 不要为结婚而结婚的时候 那条路是好走很多 你刚才提到一本书 我已经看过你一本书 《戀愛幸福学》 里面有33讲 对主内的弟兄姐妹 或者是戀愛中人 如何才能得到戀愛的幸福 你最后给他们的忠告 或者书里面是怎么说的 书里面是结集了我由2006年12月至2009年12月 那几年内每个月的cafe 用茶座形式教拍拖的筆记 以及一些文章 所以那裡是一些浓缩版 里面有些work sheets 试试人的成熟程度 亦有一部分是分手 如何分手 如何分手会好一些 亦掩視自己是什么 质素是个人的 一些成熟的指标 所以如何得到美满的婚姻 我想很重要的是你先搞定自己 通常我说你要认识自己 才知道自己需要一段什么的关系 因为你是什么人 你就有一段什么的关系 很多人都不太明白 可能我用这个例子 你会更容易去明白 就是你懂不懂煮食 不懂 OK 但是看很多食譜 我都知道如何 吃很多食譜 如果你是菠菜底 你就不會選一件豆腐 因為菠菜可以是非常有營養價值的东西 豆腐又白又滑又嫩 但是两件事不能放在一起 是会令你身体有問題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好的男生 是一個好的女生 不一定能配合 所以那些关系是否有很多其他因素去配合 所以我想要分阶段性去評估 你了解戀愛階段的過程 其實不要太趕急 很快就拖了 因為每一個角色 無論你是朋友、男女朋友、配偶 都有不同的責任 如果我們太快跳到一個角色 而我們未有足夠的感情成熟度 去承載那個責任 其實很適合自己的品 所以我想要了解戀愛的過程 了解自己 才知道你有更大的可能性 會有一個美好的戀愛 在今集中重新思考了愛 多謝Joanna的分享 多謝